首先,对猫的四位硬定时定量,防止猫暴饮暴食,饮食不但会造成呕吐等消化不良的症状。 成年猫一般每天四位一、两次,生长发育期的幼猫和补,如母猫可适当增加四位次数,且不可乱投喂食物。 其次,四位的场所和食具要固定,猫喜欢在清洁、安静的环境中吃食,并且对食具的变换很敏感,有时会因环境干扰或变换食具而聚食。 再次,猫对食物温度也挺讲究,冷食会影响猫食欲,而且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。 一般情况下,喂猫的饲料温度以25,44为宜。 从冰箱内取出的饲料,要加热后才能四位。 最后,猫虽然饮水不多,但也要为其准备充足的清洁饮水。 饮水盘可放在食盆旁边,以便口渴时自由饮用。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。 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,乐活之心祝您快乐每一天。